热冷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巨大的胡志明伯伯塑像凝视着远方 西装革履的越共一把手阮富仲和王毅分宾主落座 9月11日的这次会见 当着王毅的面 阮富仲有一句话 很是耐人寻味 按照中国外交部网站 阮富仲是这样说的 面对国际形势复杂变化 双方要携手并肩克服困难 实现各自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 谁也无法动摇和改变越中之间的团结合作 美国 日本不是说你们吧 仍旧是9月11日 越南总理范明正也会见了王毅 范明正至少表达了两次感谢 一 感谢中国送来疫苗 这是雪中送炭 体现了患难真情 二 永远铭记并感谢中方 为越南革命和建设事业 提供的巨大帮助 至少两点要学习 一 学习借鉴中国抗疫经验 二 学习中国发展模式和重要经验 还有两个重要表态 一 对华外交头等优先 二 妥善处理南海问题 应该说 这都是很积极的表态 当然 这也同中国的一贯政策有关 王毅对阮富仲也说 中越关系有着特殊战略意义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 加强团结合作 巩固政治和制度安全 当着范明正的面 王毅则说 两国又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巩固和振兴社会主义事业 更是中越关系大局中的大局 是两国应当坚守的最重大 最根本的共同战略利益 在和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平明共同主持会议时 王毅说 双方要珍惜当前南海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 共同警惕抵制 域外势力干预挑拨 意思也是明确的 一 中越是什么关系 同志加兄弟 特殊关系 二 大局中的大局是什么 巩固和振兴社会主义事业 三 南海问题 有些域外势力在干预挑拨 我们要共同警惕抵制 王毅这次来访 越共一把手和总理会见 和常务副总理共同主持会议 还另外会见了外长 外界也注意到 越南外交最近也特别忙碌 就在上个月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了越南 上上个月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去了越南 这么频繁到访越南 还不住口指责中国 当着越南人的面 美国人想干什么 我们应该也不难猜 还有日本 就在王毅访越的同时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也在河内 越通社的稿件提到这样一个细节 越南领导人会见岸信夫时 对他选择越南为其上任后出访的 第一个国家表示欢迎 去年菅义伟就任日本首相后 第一次出访也是去的越南 日本高官看中了什么 明眼人也都很清楚 但玩玩暧昧可以 真到了关键时刻 越南还是比较清醒的 毕竟别看美日甜言蜜语 各种花式诱惑 真要出现重大危机 尤其是制度性危机 能够坚定支持的也只有中国 所以上次哈里斯来访前 越南总理范明正特意会见中国大使雄波 明确 越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这是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抉择和头等优先 所以这次王毅来访 一把手软负重也说得毫不含糊 谁也无法动摇和改变 越中之间的团结合作 所以不管哈里斯奥斯汀还是岸信夫 越南说了多少中国坏话 越通社的报道反正一句话都不提 美国和日本还都在兴头上呢 越南这一盆冷水弄得美日也挺尴尬 当然越南也有其他一些想法 范明正说得很委婉 按照越通社的报道 这次在会见王毅时 范明正希望中国继续提供更多疫苗援助 促进新冠疫苗和治疗药物生产技术转移 旅行与越南签署的疫苗采购合同 分享治疗经验 在边境地区协调防控疫情 在经济合作方面 范明正建议双方为跨境货物贸易 特别是越南农产品水产品和石令水果 创造有利条件 范明正同时要求双方协调彻底解决 包括河内轻轨 吉林至河东向在内的投资项目存在的问题 欢迎中国企业对于两国关系相适应的项目 汇集两国人民 越南同志说话就是这么婉转动听 对中国是这样 对美国和日本估计更是这样 布林肯前脚刚离开越南 随后越南就邀请王外长访问 尽管布林肯再一次地强调 越南不用选边站队 但任谁都清楚美国政府的目标是什么 越南在布林肯面前没有明确表态 可在王外长面前的表态就非常的明确了 突出强调中越关系的重要性 显然就是在打美国的脸 那么越南何以如此的大胆和直接 近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防长副总统国务卿 是轮番与东盟国家套近乎 最重要就是越南和新加坡 这两上有影响力的东盟大国 中越关系是时好时坏 这也就成为了美国极力拉拢的对象之一 然而拜登的时机不是那么的好 因为他上台之时 正是中越关系回暖 甚至是合作加强之时 越南本来是非常有发展潜力的国家 甚至是有望替代中国制造地位 这也是越南一度雄心万丈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是新冠疫情的冲击下 世界经济不景气 越南受到的冲击更大 还要面临美国割韭菜危机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是不二的合作对象 重要的是 目前东盟已经基本上明确了立场 那就是不选边站队 连与美国关系最为特殊的新加坡 都坚定自己的立场 这越南自然就会理性地选择了 RCEP的签署 已经表明了东盟与中国加强合作的决心意志 目前 中国与东盟已经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这就是建立合作共赢的大局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越南选择美国 就等于是在破坏东盟的统一性 这个责任可承担不起 重要的是 新加坡这个与美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 早就明确表了态 连新加坡这个曾经站在美国巨人肩膀的国家都不选边 越南就更没有理由了 另外 拜登政府在阿富汗撤军中的溃退表现 也实在是不像一个世界第一强国 而对等盟友的态度 则不仅让盟友寒心 也让友心追随美国的国家恐惧 关键时刻 美国会出卖任何国家的利益 这已经证明了 跟美国混 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关键是 特朗普把美国搞得很孤立 如今的拜登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 甚至是最后可能更孤立 欧盟已经明确不选边 不加入新民主联盟 其他各地区的联盟体也不愿意与美国走得太近 东盟已经明确立场 越南自然就不会追随美国战略了 其实 美国一直想让东盟当棋子或前沿阵地 而对于东盟来说 恐怕也想把美国当成自己的看门人 美国要把亚洲打造成世界政治经济中心 这搞好了会有助于亚洲整体实力地位的提升 这东盟国家当然会欢迎 以美国的制衡作用消除对中国复兴的疑虑 这也在情理之中 或许还有的国家希望能够拉美国大旗做虎皮 也不意外 这显然是看重的美国的保护作用 而不是领导作用 没有中国的支撑 亚洲要复苏很难 而未来有可能恶化的复苏形势更需要中国 而与中国不牧 则自然首先就要吃大亏 近来 拜登的强硬态度似乎到了强弩之末 似乎有转向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更不能在亚洲区域内找不自在了 东盟与欧盟不同 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 不需要考虑意识形态价值观 甚至于东盟国家也算是中华文化文明圈的一员 更容易在文化文明上保持沟通交流 中国在蒸蒸日上 这谁也挡不住 不要说与华对抗 就是中美对抗加剧也会形成央极持余的局面 维持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局面是最重要的 体系性对抗是必须放弃的思维理念 总之 越南的视心表态等于是直接选边站队了 不过选择的不是美国 而美国的为人 美国的处境 以及世界的局势 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等因素 决定了东盟国家不会选边美国 越南敢于打美国脸 也不是那么意外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